国际影星李冰冰近日到港准备参与电影《变形金刚似》的拍摄工作 约下午二时,戴上墨镜、绅士帽子的冰冰徐徐步入离近大堂 凸显国际炒饭身份,身旁更有两位大汉保镖护驾 虽然场面较为混乱,但冰冰依然全程面带笑容,态度亲切友善 今次电影《变四》来港取景,除了在戏中加入大量中国元素 一起用中国演员李冰冰,据悉香港为影片结局重头戏 而主要戏份则集中在李冰冰身上 冰冰更要出演几场飙车打斗的危险戏 问到有否投保巨额保险,冰冰直言相信经纪人已安排妥当 那里有买包铁吗?剧组有买包铁吗?剧组对我很好 在香港、在美国拍戏都很照顾我 大家都对我们很照顾外国演员 保镖傍身,戏份颇挡,今次来港更入住香港顶级的四季酒店 以如此待遇来看,李冰冰的国际影坛地位已是不言而喻 早前辨词导演麦可被抵港时就曾称赞李冰冰是好演员 并表示很喜欢他,冰冰窒息后亦感受宠若惊 事实上冰冰在美拍摄期间就一直享受好莱坞一线大咖待遇 据传他在美住的酒店是与导演同楼层 全球排名前20的特朗普酒店顶层行政套房 剧组也给李冰冰配备了导演一样的顶级房车 面积将近20平米 但与鸡舍令同组其他演员相当惊叹 我也很喜欢他 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导演 演员 那之前跟他合作过,你觉得他怎么样 真的很开心 他是一个很专注的人 好吧,差不多了 гранс 我 很好 I 我 我 你 我 我 自